120医护不负责拉病人 那么到底应当谁来拉呢 最近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一位女士 就遭遇到了这样的事 有一天她父亲在家里突然患病 于是呢 她迅速的拨打了120 当地的120也很迅速的出车来到了她家里 医生护士上楼之后呢 经过诊断 认为老人应当入住医院 但是谁把老人抬下楼 抬到救护车上呢 按道理想咱们想 我都不打120了 那一定是120的人带着担架过来 把病患抬到车上运到医院呀 以往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啊 但是随车而来的医护跟消费者表示说 不行我们是医生 我们是护士 我们不是担架工 我们不能给你抬病人 那么谁来抬病人呢 你们家自己找人抬 你抬或者你去雇人抬 总之我们不能抬 为什么 人家嘴里还阵阵有词的说 我们一天要插十次都去抬 我们的腰不完了吗 我们根本抬不了 我们不是担架工 这就让这个女子很困扰了 我拨打的120 在我们的惯常认知之中 那一定是120的工作人员过来 完成整个救治过程的 那我说好歹有个女儿在 如果只是老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话 那谁帮他联系 有人去抬啊 双方争执了很长时间 最终120的医护拿出一纸文件 让这个女儿签 是吧 这是你们自己主动放弃治疗啊 跟我们没关系 你签了字 我们就走 然后扬长而去 当然这件事被传到网上之后呢 当地的医疗部门反应非常迅速 人家也马上做出处罚决定 相关的医护已经被停职了 但这件事却要引发我们思考 那就是到底我们拨打120之后 应当谁来抬病人 有业内人士说啊 一般正常的一个120车啊 大概有这么几个基本人员配置啊 一个司机 一名医生 一名护士 还有两名单驾工 确实是有单驾工 这个独立工种存在的 而且呢 这些单驾工 人家是经过专业训练 身强滤壮 很有经验的 他们可以很迅速从容的 把病人转移到车上 送到医院之中 但是呢 有可能是当地这个医疗人手紧张 所以当天来到这个女子家中的 只有医生护士和司机 而没有单驾工 所以人家医护可能认为 我们不是专业的单驾工 我们身体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壮 我们也没有那样的经验 所以呢 我们不能给你抬病人 因此他们要求患者家属去找人抬 似乎这个医护的解释是很合理的 可问题在于 我们消费者不清楚啊 我们作为病患家属只知道 有困难了 拨打120 120应当迅速的把病人转移到医院之中啊 我们哪知道你这辆车配没配不配单驾工呢 尤其是我们想问责一下当地的医疗系统 如果真的你每个车必须得配备单驾工的话 为什么当天这辆车没有配备 这幸亏老人的病不严重啊 如果老人的病非常严重 必须马上送医 刻不容缓的话 是不是由于你没有配备单驾工 而医护又不愿意抬人 会造成病情的恶化 甚至无法挽回呢 今天当地部门很迅速的把医护停职了 这个态度不错 但问题是你要建立长效机制 不要让这样的问题长久的发生啊 医护可能觉得我们不是专业的单驾工 我们身体也不好 我们抬不了病人 那么以后的病人谁去抬呀 那么以后